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地球旅馆,我是Lainster 20世纪70年代,中国重庆出来了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 他看起来比较文静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能文能武 不仅从小习武,长大了还当了医生 更是成为了一名气功大师 这位年轻人出来后就开始了他神奇的气功致病之旅 他致病的方法千奇百怪,但却出奇的有效 很快的,在20多年的时间里,数不清的人来找他致病 他的事迹走出四川,传遍中国 甚至连国外的政要都称他为神医 自此,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潮流 当时叫做气功热 气功瞬间成为了最火的养生妙法 一时间,全国上下皆卷入了这场对于气功的热潮 全国数千万人修炼气功 气功大师也开始受到明星一样的礼遇和追捧 当时,全中国产生了几十家气功报刊和大量关于气功的学术著作 此外还有随处可见的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等等 甚至在官方和科学界,这一热潮也都得到了重视和认同 在十多年里,各式各样的气功,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 每家每户都有人出来练气功 而这个年轻的神医也被捧上了神坛 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气功师之一 人人称他为在世话佗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到了90年代,这种受万人拥戴的情况竟然来了个大反转 这个曾经风靡全国的男人被推下了神坛 瞬间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 甚至被大骂是神棍 自此,他销声匿迹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他瞬间跌入了谷底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严新的故事 1950年3月8日 中国四川省江油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出生了一个男孩 取名严新 严新虽然长得瘦小,可是从小就喜欢武术 四岁那年,严新和几个小伙伴在山林里玩耍 忽然出现了一个中年男子 在严新的面前施展了一番轻功后就瞬间消失了 但很快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小小年纪的严新看得是一愣一愣的 马上就缠住了这位男子要拜师 没想到他也很爽快地收了严新为徒 但是这位高人隐居在山林多年 他从不让严新说出他的名字 小徒弟严新也非常勤奋 通过了多年的练功 他的身体里面已经悄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八岁那年通过父辈的请求 严新拜了著名的海登法师为师 并真正的开始学习气功和武术 还有学练各种兵器的武艺 海登法师这号人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非常火 自从1937年在昭爵寺剃度出家后 海登法师就把全部的身心都用在了精进武学上 他最出名的绝技就是二指禅 用两根手指就能撑起全身的重量 实际上严新除了在海登法师这里学习之外 还前后拜了二十几位师傅学习了各种功夫 但是严新一直都有想医病救人的这个心愿 所以在他成年之后 在1974年他报读了成都中医院 并系统地学习了中西医医理和医术 日复一日严新已经通晓了气功武术和中西医知识 之后就开始出来行医 但是在那个年代严新被称作赤脚医生 可能是因为他是农民出身的原因 但是赤脚医生一般也都比城里的医生收费低许多 也确实给了贫困的乡下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因此村民普遍都是非常尊敬赤脚医生的 在严新行医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数不清的人来找他治病 并且在他的妙手治疗下都康复了 他的事迹也渐渐地传遍了中国 甚至连国外的政要也都称他为神医 但让他真正爆红的不是因为他高超的医术 而是他帮病患治病时所用的方法太过于超乎常理 已经是超出了人类所知的一切医学知识了 1983年的一天 中国绵阳市的一位妇女因为家庭争执 一时想不开就拿起了一瓶农药喝了下去 等到家里人发现时情况已经很危险了 于是家人就赶忙准备把人送到医院去 恰好这一幕被严新看到了 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是点穴 然后就对着妇女发功 一会儿妇女就大吐起来 把农药全都吐出来了 然后严新再到路边 随手拔了几棵青草 在手中揉搓揉搓就让妇女吃下 结果就这样成功的救下了他的命 实际上严新治病有个特点 就是身边随手可以拿到的东西都可以用来治病 像是自来水 井水 饮料 酒啊等等 更夸张的是 严新连粉碎性骨折都能瞬间治好 我们知道粉碎性骨折 多数都是因为意外而导致的损伤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需要动手术治疗的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还有后遗症 那么严新是怎么在不动手术的情况下 就治好病患的呢 这件事发生在1984年的4月 重庆的一位名叫素平的钢厂工人 被一辆卡车给撞了 送到医院检查后 发现肩胛骨粉碎性骨折 右肩还脱臼 他在医院里待了一个月 还是没有办法动弹 经过熟人介绍 他好不容易才找上了严新治疗 只见治疗时 严新闭上双眼 微微入镜 深吸几口气 也没有动手检查 开口就把素平身体的哪个部位 受了什么样的伤 准确无误的说出来了 接着 严新拆开了伤者的绷带 扶他到床上趴着 然后双手就在他的背上 锤打按摩 素平也没有觉得疼痛 只是感到背部有一阵凉意 一阵锤打过去了 严新又走开去给别的病患治病去了 半个小时后 他才回来看素平 他直接对素平说 你翻身吧 素平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可是严新还是一直鼓励他说 不用害怕 就像没有受伤那样翻过来 结果原本动弹不得的素平使了个劲 就成功的翻身了 然后严新又继续说 来做几个俯卧撑 素平迟疑了一下 结果还真的成功的做了五个俯卧撑 不止如此 按照严新的指示 素平还走下床 抓着门梁 做了引体向上的动作 更是一手就提起了五十斤重的重物 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受伤一样 一段时间后 素平再到医院里复查 竟然检查不出来任何骨头裂开的痕迹 他的伤势完全康复了 严新的治病方法是让人看不透 像是用一团棉花治疗耳聋 用牛奶治好糖尿病 而且治病的时间非常迅速 一瞬间就治好了 根本就不用病人休养啊 渐渐康复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这样 他的种种神奇的事迹 很快的就传遍了全国 人们都排着队 要找严新给他们治病 但找严新看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这么一个一个的去治疗 严新肯定是做不来的 于是在辽宁沈阳 他办了他人生中第一场代工讲座 在教气功功礼和功法的同时 也给千万人用气功治疗病 在这之后 严新又在中国各地 多次举办了类似这样的大型讲座 他成了八十年代最火的气功师之一 在那之后 严新还被邀请到香港 日本 泰国还有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等地举办讲座 而且现场每次都是座无虚席 在这期间 气功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气功热潮 只要和气功能够站上边的 都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结果社会上就产生了一种乱象 不只是正宗的气功出来传功 趁着这股气功热 伪气功也跳出来了 有的还特别能创新搞怪 到了1993年人们开始有的头上顶着铁锅练功 说是能够接收宇宙的气场达到天人感应等等 现在我们可能觉得这样的功法一看就是不对劲 可是在那个年代却能够迷惑不少人跟着疯狂 结果1994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以整顿气功乱象 和破除伪科学等名义清理气功 许多气功团体受到了国家机构的批评和监视 媒体风向也来了个大反转 从吹捧变成了抨击 这番操作波及了全国的气功师 还给他们贴上了迷信神棍等标签 当然严辛也免不了受到了波及 他甚至被某党员公开批评和所谓的揭穿 我查了一下这个人的背景 是一个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的科学家 基本上他的立场是公开反对一切气功 甚至是中医 认为那都是伪科学 在政府的这一番操作下 气功热就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 多数人对气功的态度是180度转变 许多人不再相信气功 甚至好像袒虎色变一样 现在关于严辛的资料 能在网上找到的不多 但几乎都是一面倒的数落他 批判的占多数 像是说严辛曾经自称能够徒手拦截原子弹 发工熄灭了大兴安岭的火灾等等 这些言论很显然 很容易快速的建立起一个神棍的形象 只是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严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不过我看了一部1994年严辛的采访影片 发现他说话的态度非常温和 口条和思维逻辑都非常的清晰 不像是会说出那种狂妄不理智话的人 而且在他的采访中 记者还提问道 为什么他从事各种气功活动却不收费 他也是回答的很谦卑 说这只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 他自己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所以才不收费 不像是网传的那样 说他看到了气功的商机才出来传工的 您从事各种气功活动 从来不收取金钱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考虑 我觉得中国气功本身它的技术是以德为本 当然德不只是说收不收钱的问题 我这不收钱 但是我只是基于我个人的原因 一是我觉得我有正规的工作 所到支出 有人邀请聘请 生活方面就是有人关照 那么在国内工作有正式的工资等等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一点呢 我觉得中国气功它需要有人对它做出一些关于正名的工作 网上还流传了 严辛被揭穿后 狼狈的逃到美国去 销声匿迹了 但实际情况是 严辛还活跃于美国的科学界 而且还发表了多篇有关于气功的科学研究论文 他的研究都是围绕在探讨气功外气 对物质的结构和性质的影响 以至于对人体的影响 一个气功大师为什么突然搞起科学研究了呢 实际上 严辛当年在采访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就是要以科学来证明气功是真的 他在努力的洗清人们对气功的误解 从他到美国后 在科技界所做出的贡献来看 他似乎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 我们一般人对气功的刻板印象 应该就是每天早晨在公园里练着功的老年人们 他们的动作慢悠悠的 没有太激烈的动作 感觉就是特别适合年纪大的人练 而且退休后的长辈们时间也比较宽裕 练功刚刚好就能打发时间 又能强身健体 现在人对气功的认识可能也就仅此而已 尤其是那些没有经历过80年代中国气功热的 更有可能就是这么想的了 但实际上有很多的科学实验证实了 真正的气功师发出的功确实是一种能量的存在 而且对于疾病的疗效是非常显著的 比如说1990年 明阳大学生化系简经香教授等人 邀请了台湾气功师李凤山做实验 研究人员把一种叫做Fibroblast FS4的人体纤维细胞 放在了一个试管当中 然后李凤山在距离试管15公分的地方 用双手分别发出氧气和杀气 持续2到5分钟 实验结果表明 相比没有发过氧气的细胞 被发过功的细胞里的DNA的合成增加了10%至15% 而且蛋白质的合成的速率也增加了3%至15% 而在被发过杀气的细胞当中DNA的合成降低了20%以上 蛋白质的合成速率也降低了4%至10% 最让人惊讶的是细胞的染色体长链有部分断裂 这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严重的核辐射就能使染色体全部断裂 这就相当于气功师的能量使细胞的周围发生了核辐射一样 1993年台北荣民总医院病毒室的刘武哲主任 邀请李凤山和他的五位徒弟来对A型流感病毒发工实验 他们在距离病毒试管20公分的地方 对病毒持续发了30分钟的杀气 发工结束后 刘主任立刻测量了病毒的血球凝聚力 并将病毒接种到了人类早期的白血球细胞的株上 再观察病毒斑点发生的变化 实验结果发现 有4位师傅发出的杀气能使病毒的凝血能力降低 接种到细胞中之后 也使体外细胞的分裂增殖行为被抑制 也就是说病毒自身的分裂繁殖降低了 而且传播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这么看来真气功师确实有致病的能力 在更多的实验中还发现 不只是气功大师有能力 一些在练气功的人 他们的身体里也产生了一些奇特的变化 2005年 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们 在替代医学领域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们对一群练正统功法的练功人的血液白细胞进行了实验 实验结果发现 这些练功人的适中性白细胞的防御能力增强 寿命也增长了 因此这些练功人只要有正常人的20%到30%的适中性白细胞 就足以达到了超常的抗病与免疫能力 这也大大的减轻了骨髓制造适中性白细胞的负担 科学家们还发现了 这些练功人的细胞表现出了免疫双向调解的机制 我们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如双刃剑 它可以杀死病原保护机体 但是太强了也可以造成过度的炎症反应 从而对自身造成伤害 而这些练功人的适中性立细胞 在没有炎症刺激时存活的时间比一般人的细胞要长 加上吞噬功能也强 因而有利于保护机体 而当有炎症因子时 却能迅速走向雕王 从而减少炎症的发生 这些种种的迹象证实了 与一般的健康人相比 这些练功人的 适中性白细胞的吞噬和杀伤病菌的功能显著增强 而且与抵抗病毒有关的调节基因也显著增加了 所以他们能对各种外来的病毒病菌有更强的抵抗力 从各种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气功实实在在的在改变人体 神奇是神奇 但是气功师为什么就能发出这种超长的力量呢 普通体操也没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呀 如果在深入挖气功的原理后 你就会发现它的内涵其实不简单 气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 最早记录在晋朝许训描述气术修炼法的剑灵子中 还有《皇帝内经》《吕氏春秋》《老子庄子》等书中 也都有和气功相关的内容 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统一的叫做气功这个名词 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木》出土的博书《雀骨石器篇》和《彩色薄画》导演图中 也可以看出气功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 《雀骨石器篇》成书的年代大概是在战国时期 距离现在超过了2000年 是介绍呼吸吐纳方法为主的著作 导演图则是堪称最早的气功图谱 其中会有44幅图像 是古代人用气功防治疾病的写照 在古代气功的描述通常分为 吐纳、行气、步气、福气、导演、炼丹、修道、坐禅等等 这是中医的养身健身的理论出处 但是炼丹、修道、坐禅这三个名词就和修炼有关了 我们也会常听到道家气功这一名词 老子提倡的道家思想就是一种修炼的道理 华陀的五秦系也是一种气功修炼方法 八段锦、易金经也同样被叫做气功修炼 其实修炼就是对人的道德和品行修为的提升 五秦系不只是为了强身健体 它还讲究五德修养 必须培养崇尚五德、尊师重道、建义勇为等品行 所以古时候的神医都要讲究打坐静心 维持一种修心的生活态度的 严信自己也曾说过气功的技术就是以德为本 这四个字感觉很容易被忽略 可是却是气功的根本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这样看来呀 气功就不单单是为了强身健体治疗疾病了 从古代的气功来看 它很可能还有比较深层的内涵 也就是精神上的提升 如果真的气功师都是重德的 那么反过来说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点上去分辨哪些是真气功 哪些是伪气功了 关于言心的争议是真的还是谣言 我就不去下什么定论了 大家可以自行思考判断后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